好的,那么现在呢,就请长官来为我们在合作异象书上面来进行签署 未来中的分解团供应的再生水,万一南科科技充胜,他们的用水需求 有定在111年6月,第一次团,每天来供应的1万档的再生水 并在113年6月,每天3.75万档再生水的供应量 有这些稳定的水源供应呢,其实科学区的进驻,高科技场上的进驻,它就会更放弃 我们也期待这样的案子,这样的案子的接下来能够顺利的去发报 我相信市府这里一定能够顺利达成这样的一个要求 我们的市长来表示说,今天台南市安平水素院会收中心NOU的签订 如同大家所知道,这是中央的大企业,由着地平来辅蓄一项 将水是供应的充胜,尤其南科的充胜是非常需要 我们台湾人平均,可能是水价便宜,可能是习惯不同 台湾人平均的人均用水量是世界来讲,在世界排名应该是前五名的 有人是说第一名,有人说第二名,但不管如何,都是一个浪费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形 所以呢,如何培养民众的节约用水,如何开辟新的水源 或是让水资源回收,这是政府面临的课题 那也谢谢中央重视这个议题,能够让我们这个水资源回收再利用 而且增加这个经费给我们来盖这个回收场 那我们很希望早日来完成这个场 这个局长李贤一表示,安平在生水素院利用 将军英国合计创业维国来的收益 就由本来NOU签业维国来的收益 就由本来NOU签业维国来的收益 就由台湾的水素院再利用 迈向新的李定贝 也带动到台湾国合计创业维国来的收益 也带动到台湾国合计创业维国来的收益 在旁边一点点 我们大家一起为我们这次的计创来按个赞好吗